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喝的饮料 矿泉水的瓶子 还有洗洁精清洁剂这一类的瓶子 生活里边用过的这些瓶子 我们是不是就当垃圾给它扔掉了 这样啊 有一点可惜 今天呢 我们就借助这些瓶子 来上一节有意思的课 今天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给瓶子穿彩衣 希望通过同学们的智慧和你们的小巧手 把生活当中的瓶子变个样 让它变得更加的漂亮 更加的新奇 生活当中造型不同的瓶子 通过它的外形特点 你能联想到什么呢 请同学们认真观察 暂停思考一下 现在呢 我们让瓶子来一个大变身 刚才图中有一个洗衣液的蓝瓶子 通过这个外观 我觉得它特别像一只大公鸡 有的同学说 怎么会呢 来 你看一看 像不像 你看 加上机关子 眼睛 嘴巴 还有它有特点的大尾巴 这样的一个大公鸡的造型 就通过瓶子演变而来了 是不是很形象啊 这种根据事物本身原有的样子 在它的基础上 再添加改变去设计 我们叫它式型造型 我们再看看 我们继续看看 刚才还有这样的一个瓶子 你们猜 人们通过它 联想到什么了 诶 是一个俄罗斯的套娃 真的是很形象 还有一个包裹得很严实的 小女孩 是不是非常有意思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 普通的蜂蜜瓶子大变身 通过它的外形特点 你会联想到什么呀 你看看别人联想到什么了 哇 是一头大狮子 根据这个瓶子 上半部分突出的这个特点 和狮子有特点的棕毛联系起来 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 刚才看到的瓶子大变身里边 用到了不同的表现方法 比如说 有的用到了贴纸装饰 有用到了绘画装饰 那现在我们做一个小游戏 观察连线 瓶子装饰表现方法 比如说 除了绘画装饰 贴纸装饰外 告诉你们还有一种彩泥装饰 麻绳装饰 综合材料的装饰 那现在呢 你们通过图片 认真的观察一下 对应上面的文字 你们进行连线 请同学们暂停进行思考 好了 让我们一起来公布答案吧 绘画装饰很好认 它的瓶子表面是平面的 可以充分地运用点线面和色彩 进行装饰 所以是图二 贴纸装饰呢 大家看 是图三 简洁概括 非常好 采泥装饰 你们是不是也认出来了 对了 是图一 采泥装饰呢 立体感特别强 色彩 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麻绳装饰 肯定是图五 大家看 麻绳特有的本色 和粗糙的质地 给人一种雅致和原生态的感觉 还剩最后一个 综合材料的装饰 是图四 你们看 运用彩线 彩纸 绘画 等表现方法 很巧妙的装饰瓶子 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看瓶子大变身 有这么多的装饰方法 等着我们去学习呢 刚才我们了解了那么多的装饰方法 那么绘画和贴纸这两种装饰方法比较常见 现在呀让我们着重了解一下 采泥装饰瓶子的设计表现方法 首先我们要准备采泥 采泥呢 有这种袋装的 还有盒装的 它也叫做超青年土 有了采泥 我们还要准备一个你喜欢的瓶子 好了 我们进入正式的探究学习 老师现在出示一个装饰好的采泥瓶子 根据这个瓶子的颜色及花纹特点 你想一想 装饰成这个样子 需要怎么做 请你暂停进行思考 好了同学们 你们想好方法了吗 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 首先第一步 我发现这个瓶子的下边是棕色的 那么用棕色的采泥进行打底 我们用采泥做打底的时候 采泥不易过厚 把它牢牢地包裹住瓶子 不露底下的颜色就可以了 好下边呢 第二步我们看到了瓶子的上边是深蓝色和浅蓝色 所以我们用这两种颜色 所以我们用这两种颜色与棕色进行衔接 也是牢牢地包裹住瓶子 铺满瓶子 那么第三步呢 在这个铺满了的采泥这个瓶子上边进行 你喜欢的这些花纹的装饰 装饰的时候 我们的颜色选择 要与底下的这些颜色形成一种对比关系 这样你的瓶子就更漂亮了 怎么样 采泥装饰瓶的方法 你们学会了吗 欣赏一下采泥装饰瓶的作品 第一件作品根据瓶子的外形 设计一个精致的小房子 很有创意 第二件作品我觉得像个怪脸瓶 每个瓶子上面有很多的小怪脸 而且它的颜色 还有它的装饰的手法非常非常的精致 那用采泥装饰瓶子的方法呢 还有一种 我们看看书中的作品 它直接在瓶子上从上到下进行装饰 也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图案 想好了以后 直接从上到下进行装饰 这是完成的作品 这也叫做直接装饰法 下面我们看一看麻绳采线装饰瓶子方法 如果你家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采线 粗细不等的麻绳你都可以拿来试一试 在这里呢 赵老师重点说一说胶的使用 平时你们用的胶水啊 胶棒呀 在这里呢就不太适合于使用 我们最好选择这种手工白胶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把麻绳采线这类的材料粘在瓶子上 第二步呢 我们在瓶身涂胶 注意涂抹的时候尽量把它涂均匀 我们看第三步 在瓶身缠绕彩绳 我们可以从瓶子的底部开始 这里呢 赵老师强调一下 绳子与绳子之间距离应该是相等的 让它紧紧的挨在一起 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颜色进行搭配 最后完成瓶子的装饰 怎么样 你们学会了吗 用此类装饰方法表现的瓶子可漂亮了 我们来看一看 单色的麻绳装饰瓶子特别的雅致 彩色的绳子装饰起来 非常的醒目 还有用这种小毛线绳 可以装饰成这么俏皮的瓶子来 了解了彩泥彩绳和麻绳等装饰的方法 我们知道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绘画装饰瓶子方法 非常的常见 但是工具材料选择上面 我们尽量可以选择 饼吸颜料或者是这种水粉颜料 家里边有什么颜料就可以选用什么颜料 有了这些颜料以后 我们可以直接在瓶子上进行绘画 你看能够画出各种题材的五颜六色的瓶子来 这个时候可能有的人会说 老师我家没有丙烯颜料水分颜料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大家知道 我们的材质 还有家里边的一些其他的材料 综合的去表现装饰瓶子 也是非常好的 你看这个作者就用了材质装饰出两个人物造型的瓶子 这几件作品里边运用了综合的材料 你们发现里边有彩泥 小扣子 材质装饰的花纹 还有羽毛 非常的好 那你看这个同学的作品 他的想法就更大胆了 他结合起来运用多种的材料 表现这个瓶子特别的有特点 下面呢 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欣赏 各种各样装饰方法表现出来的漂亮的瓶子 你们认真观察 也许从中可以启发到你们 目的耳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欺赏完漂亮的瓶子 同学们肯定着急做了 来 我们听一听艺术实践要求 发挥你的想象力 用废旧物 材质 彩泥 或者是丙心颜料等 把你的瓶子打扮得更加的新奇 好了 同学们 请暂停 进行艺术实践吧 现在大家的作品是不是都已经完成了 我们来评价一下 一 我学会了装饰瓶子的好方法 二 我的设计有新意 制作很完整 根据这两点 同学们暂停 进行评价 同学们 今天我们用生活当中常见的瓶子 进行艺术创作 下面老师带给你们脑洞大开 瓶子的妙用 看一看 这生活当中的瓶子 还可以变成什么呀 你们看 废旧的瓶子可以做雕塑 也可以做挂件 还有我们看到的灯和小花盆 更有大胆的想法的就是中间这件作品 它利用了塑料瓶做遮阳棚 真的是脑洞大开 赵老师也希望你们通过生活当中的各种非旧物 加进你们的想象力 创作出更有新意的艺术作品来 好了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同学们 下次再见